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早还是七七都看 你先别笑啊 我主要发现了这个孟非这家伙 他的那种机智幽默 更有学识的铺垫 我和孟非还做过一些节目 他之前是在江苏的这个类似于焦点访谈那样的节目 叫零距离 我当时在北京 因为一件制造假冒食品的一个小伙子 曾经是我的员工 他有这个自守这个经历 引起了轰动 当时那个柴信都做过采访 孟非的临距离也邀请了我和这个小伙子 我们一块去做了一期节目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有点不愉快 因为我发现了电视台的一些毛病 我只能说毛病了 深的不说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孟非所主持的这个婚恋节目 叫做《非诚勿扰》 有一个同名电影 风角刚拍的 也是《非诚勿扰》 为什么说起这期节目呢 大概是在20121314 我这个年度跨得有点大了 因为我的确记不清了 因为他每周都有嘛 有一期节目出现一个嘉宾 是来自于重庆郊区的 应该也属于重庆直辖市管辖的 一个市管县吧 这个小伙子呢 一场这个节目下来 牵手没有成功 就是没找到媳妇 没找到对象 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啊 但是这个小伙呢 立刻引起这个 舆论界的这个关注 更准确点讲的话 全国华人 可以这样讲啊 更多的是年轻人 大惊小怪 认为碰见了一个疯子 或者说是一个傻子吧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当时呢 就是表演自己的才艺 和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说出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他生长在农村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一点特别的 也是他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 他有强烈的这个居然思维 这个意识 在家里打了几口井 储存了多少粮食 等等啊 反正就是储备啊 我也说不清了 时间太久 储备了大量的东西 那听起来啊 他那个储存 那个内容啊 让谁听起来 都有点震惊 我呢 这个处事不禁的老家伙啊 听起来啊 也是大吃了一惊 这个事先不说戏的啊 没有签署成功 眼看着到了年底 那年星那个 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就是这一年啊 虽然没有签署成功 但是在12个月里啊 挑选其中特别有彩的 就是电视 不是大众娱乐吗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他发现有这些特别给大家带来那种娱乐性质的那种出彩的 有的是智慧 聪明 有的是脑子机灵 会酸会血 出口成章 总之他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 这个小伙子呢 也因为他的这个储存这个作为啊 入险就是本年度最后一期啊 返场 就是刚说这些人啊 特殊的人物啊 在年底最后一期返场 重新再给你一次登台的机会 还是为了牵手呗 所以您可以把你那些 哎 逗乐的机智的 哎 表现结束的那种 哎 还有你的哎 特殊才艺啊 再一次表现 以赢得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起死回生吧 啊 就是那意思啊 这个小伙儿在那年年底啊 又被请了回来 他这一出场啊 就很入彩 全场一片笑声啊 那个模样啊 大家一下就想起那个储存这个 储存那个的 哎 那个小伙子 觉得这是行为古怪 当孟非啊 再次问起他当年储存的这个 哎 也不是当年啊 就几个月前储存这个 哎 这个物资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哎 他说他又又有了新的进展 怎么个进展呢 调整 比如说 井呢 哎 少打了一口 今年没再打井 但是粮食呢 有多储存了多少 不知道是多少吨吗 多少公斤啊 哎 总之 他还是在 就像一个仓鼠一样的啊 不断的在搜集这个储备物啊 在储藏 您说他是为了打仗吗 还是为什么 这似乎不太可能啊 现在没有战事啊 也没有这样的渔情啊 是因为天灾啊 人祸啊 哎 那几年也没有听说 哎 他们那个地方发生什么地震呀 泥石对话 也没听说啊 尽管冲进这个地方 地质灾害啊 平凡 但是也不至于这样 倒是这个 孟非啊 在这个分析啊 在这个对话中提到了一句 备战备荒为人民 哎 这样一个词啊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先把这个话搁下不提啊 备战备荒为人民啊 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都听过这句话 七个字 我在那个11年 那次南水北调行的时候啊 在河南呢 黄河边上夜宿了一宿 第二天呢 过了黄河 进入了佛牛山区啊 在佛牛山山区里啊 看到了这么一座桥 这个桥呢 已经破败不堪 而在离它不远 平行的地方 已经立即一座新桥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老桥呢 行过栏杆已经推塌啊 但是它很有味道 完全是人工骑起来的那种拱啊 我觉得非常好 稍微修气啊 完全可以使用下去 这还在其次啊 关键这个桥上啊 隔一段就有一块标语 就是在一块那个栏杆上啊 就有一块水泥 水泥上刻的这个 阴刻的那个字啊 就有一段标语 因为是石刻阴刻嘛 所以它难以消失 那个桥栏杆 已经都推塌了啊 断断续续了 但是这个标语 还基本上都在 还能记得的那几条标语啊 你比如说 军民团结如意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是一段啊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全党都要注重战争 学习军事 准备打仗 当然还有一条标语啊 是在那个 在旁边那个村子里啊 墙上直接写的是 活着干 死了算 战胜自然 夺高产 这让我想起那个 放卫星夺高产的那五八年大跃进啊 人民公社大跃进 我的深刻感受 就是这个国家啊 好多年以来啊 就是靠这个口号治国 因为我印象中 有毛泽东的一段话啊 当然我怎么也搜不着了啊 那大概意思啊 就是将政策 法令 或者将什么 或者将什么 什么什么马列主义理论啊 换化为 简洁通俗的标语 以利益传播 这大概就是 中国标语口号治国的 这个原理吧 我把这个桥啊 虽然这个桥已经 腿塌不堪了 但是我把这个桥 叫做标语桥 后来给很多朋友介绍过 他们到河南福宁山旅游去啊 还专程去看过这个桥 这个桥一直在 说老实话 中国的很多文物啊 包括文革啊 就是近代 现代史的那些 那些一些仪器啊 只有在农村还保留着呢 像刚才这口号 干死了算 战胜自然夺高产 要在城里能保持到现在吗 不过这桥上也有一块被挖掉的标语 这个标语啊 为什么被抠掉了 因为它是英克嘛 被拿什么铁器啊 什么东西啊 硬是把那些字全抠掉了 但是还明显看到 底下有那个毛泽东的那几个字的那个痕迹啊 我就一直琢磨 这是一句什么话 毛泽东的啊 既然被抠掉 似乎不太可能啊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 就是关于林彪的论述 毛泽东论林彪的什么什么一段话啊 这也被抠掉了 所以由此而见呢 留下口号的东西啊 未必是一件好事 时机若是不成熟 或者政治发生了不正确 那结果就可以想见了啊 这就是一个实例嘛 倒是中南海有点趋势 这个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过这个史记啊 当胡耀邦任总书记进驻这个中南海的时候 他将这个中南海里边所有的这个文革标语啊 文革中博立了很多标语块嘛 一块一块的 到时候都是全部清除了 曾经发起一个小运动 毛泽西雨露这个雨露牌啊 或者雨露墙 罩被子啊 上面有字的啊 全部给清掉了 当最后进到这个新华门呢 门里边那个罩被嘛 不是写的是为人民服务吗 金字 门外写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还有一边写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啊 到这的时候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还特别请示了胡耀邦 胡耀邦为此还犹豫了很长时间 最终决定是把这三条标语保留了下来 那为人民服务就算是标语吧 也保留了下来 另外就是门前的左右两条八字形的这两条 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党万岁 保留了下来 这都是标语口号 背面的故事啊 关于政治正确不正确的这样的话题啊 大概要引起我们的这个思索的 或早或迟或近或远 历史将怎么去书写呢 奈人寻味 奈我们后人寻味 奈我们子子孙孙去寻味啊 我们就说这个标语桥 我刚说这个标语口号桥啊 河南这个桥上的 其中有一条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七个字啊 这七个字的话题啊 我为此啊 煞费苦心的去寻找资料 是早年的事啊 那时候我是正在智学求学嘛 年轻嘛 对这类事也比较关心 可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在互联网兴盛以后呢 甚至手机就可以完成 这一系列操作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口号并非是我 惯常认为的是 六八六七年要准备打仗了 苏修社会的地国主义 趁兵百万在这个北部边境啊 地国主义在西方叫嚣啊 而不是听说兰州上空 是不是有那个高空侦察机 不知道哪个地国主义的啊 在侦察我们国家的情况啊 所以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我总以为是那时候 切不知这七个字啊 产生的还更早 最早要从六三年说起 那是我还戴着红领巾呢 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 红领巾后边还戴五角星 那是在我们需要搞这个试点的啊 后来也就是那年六三年 集体退团又争取入队 后来我就参加了双员队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殊啊 就是在这一年啊 国家纪委主任啊 于秋里 在制定我们国家这个计划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啊 根据他的一切的研究啊 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 叫做什么呢 详尽的啊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 总之他制定了一个叫做吃穿用 满足吃穿用 把这个吃穿用作为奋斗目标 我觉得这三个字啊 还挺实惠的 为什么呢 刚刚从58年60年 那种什么路线啊 走了过来的这个中国人民啊 还笼罩在一片饥荒的这个阴影中啊 所以呢 在63年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我觉得是非常实惠的 包括那个刘少奇在606162年的那个 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啊 发展自留地啊等等啊 我党的干部啊 都是聪明人 既然有了错误 他们在纠正 在修正 大饥荒以后不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吗 所以有了关于这个吃穿用 这样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 但是这个五年计划 大家似乎没听说过吧 肯定没听说过 因为没有实行下去 在方案初步提出的时候 就被毛泽东否定了 毛泽东提出的什么呢 毛泽东呢 在上世纪的63年 就是1963年到64年 大家注意啊 这个日子啊 这个年头啊 正好是文革开始的前奏 66年文革开始了嘛 这是63年64年 毛泽东呢 否定了这个吃穿用的这个计划以后呢 对当时这个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这个李富春 而且还兼任纪委主任吧 对他呢 提出了这么一个大概的方针啊 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 在否定了前面一个吃穿用以后 他说这都是学苏联的 要这是一场革命 要改变以前的这种计划方法啊 老是去跟着苏联走 那时候苏联刚刚跟我们 不叫解体 就是已经分道扬镳了嘛 九拼也刚刚结束 结束也就是不到 也就是一年吧 两年 就是连边累读的 发了九次这个社论啊 那时候不是两报一看吧 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社论啊 对苏联啊 进行抨击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 已经分道扬镳了 所以毛泽东也提出 不要学苏联的那一套 尽管这个计划呢 美其名曰啊 事实上也就是 考虑到刚刚饥荒以后 人民的迫切需要 但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 否定了这个赤川用计划 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早方案 在1965年的1月30号 周总理传达了毛泽东 在底下的这个指示啊 就关于五年计划 他大概画了个圈 画了个框框嘛 这个框框是什么呢 就是由这个重心 由这个解决赤川用 原来这个计划的这个方针啊 转变而为什么呢 备战为中心 接着呢 就在65年2月份以后呢 这个纪委呢 就开始研究新的这个 五年计划了啊 并且将这个 以备战为中心的这个意思表达啊 像在杭州休息的这个 毛泽东啊 做了汇报 毛泽东啊 很精明啊 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 不要把老百姓搞得太急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大家注意这话哦 要准备打仗 不优先解决赤川用问题 要准备打仗 但是还不能让老百姓感到结局 不能把老百姓弄得过激 他是这个意思 他具体呢 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老百姓 不能丧失民心 违背民心 第二 是要打仗 第三 是要预防饥荒 你看 刚刚从饥荒过来的人 要准备打仗 而把饥荒这个问题解决 放在第三位 靠边了 但为什么还要把这个 第一要考虑老百姓 放在头里呢 毛泽东又强调 不能脱离百姓 脱离百姓 将毫无出路 搞其他的 搞得多了 就要脱离老百姓的 这是毛泽东啊 第一次提出民心 备战备荒 这三点要素的一个说法 我把这句话 原话给大家念一下 以正视听 这就是历史 毛泽东说 总而言之 第一是老百姓 不能丧失民心 第二 是打仗 第三 是饥荒 整体计划 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脱离了百姓 毫无出路 搞得再多 就只会脱离百姓 有很多话题啊 我们真的得深入思索啊 这就是战脸家的眼光 既要这样 还让你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也就根据毛泽东 在杭州的指示啊 纪委就正式制定了 第三个五年计划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 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实质上是以国防建设 为中心的备战计划 要从准备应付 帝国主义 早打 大打 出发 把国防建设 放在第一位 抢时间 把三线 建设成 具有一定规模的 战略大后方 听见没 三线 说老实话 我就把我的一生啊 至少十年啊 扔在了这里边 所以我有亲身体验 后来在六五年的 八月二三号周总理啊 右向于秋里 当时纪委主任嘛 提出了毛泽东的具体的三年指示 这三年指示是什么呢 我还是照本宣科啊 以防失误 因为这是白纸 黑字 是历史 是三句话 中文来说 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 注意战争 注意灾荒 注意一切 为了人民 这三句话 我把它结合在一起 顺嘴点的话 这中文来说的话 顺嘴点的话 就叫备战 备荒 为人民 这个词啊 就这样诞生了 以至于到了多少年以后啊 孟非啊 在说起那个 当然这个重庆小伙子 对处咱啊 是跟毛泽东的 跟这个三五计划 是没什么瓜葛的啊 但是呢 可见影响之大呀 而孟非呢 仅仅是把这件事啊 历史上这个话题啊 用这么一句话 备战备荒 为人民 给串了起来 是我产生无限联想 周文来还具体解释了 毛泽东的这句话啊 备战备荒 为人民啊 是阶级斗争 包括国内 国外的阶级斗争 而这个备荒呢 是同自然界的斗争 为人民 昭然若见 第三句词嘛 就是后三个字 为人民 一切靠人民 为人民 和人民打成一片 不能脱离人民 这是最可靠的呀 我们的基点 只不过是巧妙的 把这个秩序啊 倒了个个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翻了不少的资料 查了一下这个备战备荒 为人民 哎 这句口号的正式 公布啊 是在1967年4月份 那个人民日报 发布的这个 毛主席语录里边 出现的 第一次出现啊 也就是公开发表 所以呢 这句口号呢 立刻就封闭全国 以至于到了今天 成为近人节肢的一句话 毛主席语录里边也有 我们今天呢 我提出了这个备战备荒 为人民啊 又砸起砸巴 说了一些相关的事情啊 学习历史词汇 也是我这个胡侃这个节目的 不是历史回忆吗 个人历史的字数吗 是我的一个责任 今天这个装修呢 炒的实在不行 哎 我也分心了 哎 大概 话题也说完了啊 哎 那好吧 再见